大家好,大米格,這台飛翼的雙80大米格 我再跟大家講解一下我的升降擺放的位置 還有富翼的大小,還有升降的大小 還有該注意的地方跟大家解說一下 來,客戶看這裡 我的電池,我跟你說,我的電池 我的電池是,我是用5200的電池 我現在已經通電了 我是用TCB5200的 這是用TCB5200的 然後,中間這顆電池,我是退到最後面 我是退到最後面 我把它綁起來 我是退到最後面 好,然後這顆電池的話 一樣5200的電池,我是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然後,前面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是在這個板子上面 接著這個 然後,我們用浮長的 7008 然後,浮長的前面 浮長的齁,不是原廠的齁 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用浮長的 然後,這個VEC 然後,這個VEC 浮長的8A的VEC 這顆VEC已經鎖好幾個 還可以鎖好幾個 還可以鎖好幾個 其他產品也是 因為這一個VEC 好,OK 現在已經鎖定了 現在把它蓋好 這個線要把它挑好 不然它 它不是說 很好蓋吧 因為它線會卡住 還有一個地方 要注意一下 我為了讓電池會比較好放 我這裡的EPO 我都用刀子把它削掉 它會比較好放電池 然後,我這一顆 我這一台飛機已經飛久燙了 久燙了 久燙了 它現在就是線 線比較多 它要蓋的話要 要比較注意 然後這邊來,注意看一下 原廠的出場的時候 來克服它一下 原廠出場的時候 它的升降是說1mm 就是在小小這個地方 1mm 小小這個地方 我自己飛的時候 我發現它飛機 起飛的時候會重頭 所以我會比較下來一點 我看一下,我量一下 我差不多在 從這個地方下來 差不多5mm這個地方 就是0.5公分 我的升降擺放的位置 會在0.5公分這邊 然後重點是 來,我們拍另外一邊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這裡 也差不多在0.5mm的地方 工廠出場它是0.1 0.1 印象中好0.1、0.2 我是調到0.5左右 這是我的飛行習慣 然後 在這邊 然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重點是 這台飛機很大 升降千萬不要太小 我的升降調整到 看一下 來克服它一下 我的升降 我的升降 調整到 小動是120 小動是120 看了好 聽得懂 小動是120 所以它打起來的 打起來的 動作量 蠻大的 這是重點 因為當初的時候 我一開始飛的時候 我用90% 我發現我在做翻滾動作 要拉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它不好拉 太鈍了 所以我把它加到120 我加到120之後 我發現它就比較 會得心意識 我比較喜歡的 那種感覺就會出來了 然後複翼的話 複翼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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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90% 複翼我是用90% 90% 90%比較 我的手感是90% 一開始80% 我覺得它做翻滾的時候 太慢了 然後90% 100%都還不錯 這邊 這邊 就是趴 來 拍一下這邊 然後升降 萊克普拍一下 這裡 升降 我的擺被 擺動蠻大的 擺動蠻大的 我的擺動蠻大的 好 然後 然後 過來就 我緊翼 我第一段緊翼的擺動位置 來拍一下這邊 我第一段緊翼的擺動位置 第二段緊翼 然後它開緊翼的時候 它會有點 沉下去 會頭重 對 沒錯 來 然後你在手飛 手飛的時候 我手飛的時候 還是頭重 然後頭重的話 我已經把它微調到平飛 微調到九彎 反正手飛的時候 飛上去的時候 覺得頭重 你自己就把它微調 微調 然後 我開緊翼之後 它會 還會呈現一點點 頭重 然後一樣做 做混控微調就好了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現在 這一趟 今天風蠻大的 今天風蠻大的 風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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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很大的 然後 樹葉一丟 它就飛走 然後它的浮力非常好 它不需要很長的起飛的距離 它就可以起飛了 好 那我們準備起飛囉 我自己本身沒有用佛羅椅啦 它飛行裡面沒有佛羅椅 完全是人工佛羅椅 在家裡 那時候 那時候 都會迎賞 剛才 很好的 風蠻大的 也不想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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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啟一萬輩 好准备降落 今天风大,好多不开警医降落了 今天风非常非常大 今天风非常大 重点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在飞这一台的时候 它的升降 它的升降我是建议要大一点 我的升降开到120% 然后你在首航的时候 你在首航的时候 如果用5200电池 两颗的话 你飞的时候 起飞它会投重 如果你是用跟说明书一样 它的升降的定位点 是在1mm 就是0.1公分吧 那个位置的话 你起飞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感觉 它还是会投重 所以投重 我是往下围调到 差不多5mm这边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微调到 适合自己的平胚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重点是 我再讲一次 重点是升降要大 你不要太小 你太小 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它的升降太小 它扭不起来 你会拉不起来 因为飞机重 飞机大 所以你的升降 就是要大 大一点点它 这样 OK OK 基本要请大家介绍认识的地方 然后你来看这里 我再讲一下 电池的摆放位置 我5200是退到最后面 5200退到最后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你要退到后面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极限版 然后这是副厂的陀螺 7008 然后我没有用陀螺椅 因为这台飞机蛮大 也蛮稳定的 我没有用陀螺椅 OK 那这样 介绍完毕 我们准备起飞咯 来一下升降OK 升降OK 好 升降OK 好起飞 平滚 不过 太飞了 很正常 转化 拉 很正常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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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 手航的時候 手航的時候 它起飛的時候 如果你的 你是照著說明書那一個位置的 升降擺放的位置的話 電池照我這樣放的話 它背景還是會重頭 因為我的電池差不多在 我的電池差不多起190克左右 起190克左右 如果你是照我擺放這個位置 起飛 那個升降還是 你空中手航的時候 你會有頭重的狀態 然後你勢必是往下微調 微調到可以停飛 然後 我這邊的擺放位置是 是0.5公分 基本上 該注意的就是升降這個地方 然後電池擺放的地方 然後附翼的地方 基本上 應該也沒什麼 我也沒有用陀螺椅 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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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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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 然後自己 自己都要用附廠的在飛了 然後這裡面也沒有陀螺椅 這個是極限版 那差不多就這樣子 介紹完畢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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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谢谢大家